自从缅甸军方在2月初发动政变 强行逮捕民选政府包括翁山苏基在内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后 为巩固政权不惜以军警力量镇压数十万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 迄今已有近百人惨死枪下 在世界环顾之下缅甸军政府的暴行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请看评论 就在缅甸军警大肆镇压抗暴民众之际 据路透社报道 在缅甸东北部克钦邦首府密芝娜的一个抗议实验场中 一位身着白色长袍的修女因不忍心看到武力镇压的残警 于是勇敢地走到最前方 向全副武装的警察双膝跪下 并频频磕头祈求他们不要向群众开枪 这位修女还说 就让我为他们而死吧 当修女说完后 竟有两位警察良心发现 双手合十向修女下跪求宽恕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但是过了不久 其他的警察竟举枪朝修女身后的群众开枪 并当场击毙一位视为男子 人世间的仁慈与残酷转瞬之间 在修女眼前出现 真是令人感慨细致 缅甸群众的抗议活动现已遍布各大城市 军政府迄今没有向群众妥协退缩的意图 联合国的谴责与规劝产生不了作用 导致拜登总统以行政命令成功阻止了缅甸军政府 企图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提走十亿美元民选政府早先所存放的资金 贪婪的缅甸军政府高层在资金遭到 拜登政府冻结后束手无策 为了获得美国的谅解 缅甸军政府竟聘请了国际前客 偷扩各种款道告知美国 军政府是因为布满翁山素姬越来越亲近中国 而他们并不想当中国的傀儡 所以才推翻了翁山素姬 军政府真正想投靠的则是美国 其实缅甸军政府所编织的谎言 不过是想欺骗美国 让他们取走那笔被扣押的巨款罢了 不过除非真正还政于民 否则军方休想从美国窃取出那一笔缅甸的民纸民膏 民主是普世价值 也是时代的潮流 缅甸军政府可以用枪支统治于一时 却没办法使用武力长治久安 缅甸人民的抗暴运动必然是前仆后继的 绝不会因错而终止 当越来越多的修女与和尚走上街时 缅甸军政府不还政于民都难了